美国陆军退役军专约翰米尔斯上校认为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中俄联手反美计划的一部分内容 台湾是美国围堵中共第一岛链上的关键节点 米尔斯上校认为 中共希望以第一岛链为出发点 向第二岛链扩展武力 实际上3月下旬 中共已经与位于南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签署了一份安全协议草案 临近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担忧 北京最终会在所罗门群岛建立海军基地 而所罗门群岛在第二岛链的后方 位处地缘政治要冲 约翰米尔斯上校日前接受本台国会山报道节目采访时表示 美国要有效迎战中俄联手 当下有两个关键行动亟待推进 一是要对传统能源松绑 让更多石油天然气进入市场 另一个则是要充实核武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月15日接受CNN访问时表示 世界所有国家都应该为普京对乌克兰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做好准备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前一天表示 该机构正密切关注这一潜在态势 虽然美国已经禁止俄罗斯能源进口 但由于对俄国能源的依赖 欧盟无法彻底真进 新唐人记者李兰 史蒂夫兰斯 纽约华府联合报道 新唐人记者李兰